9月20日,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炬传递仪式回到杭州站 此前,火炬先后在湖州、嘉兴、绍兴等10个地市完成传递 总路程达到110.11公里 记者在出发点杭州城市阳台看到 许多市民自发前来观摩火炬传递仪式 现场热闹非凡 采访中,前三棒火炬手陈宇飞、石一公郭晶晶都表示成为火炬手十分激动 在杭州感受亚运氛围,畅谈体育精神,意义非凡 这次在杭州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是我自己的家乡 也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精神面貌去迎接这一次的炮火炬和亚运会 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最好的表现 然后展现在杭州,然后展现在家乡父老乡亲的面前 然后我也会全力以赴去对待每一场比赛 我觉得就是心火相传嘛 我觉得这个火炬是很有意义,然后也很神圣的 如果就是就包括就是像体育像羽毛球的话 其实也是一代传一代 我觉得就是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仪式,然后很好的寓意 它是一个缩影,可以说无论是半码还是全码 可能都不能和这样一个50米的火炬接力相比 这个火炬接力它更是一种凝炼 我觉得体育精神和科研精神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永无止境 无论是体育还是科研,总会有更好、更远、更高 没有最好、最远和最高 所以我们只能是不断地去锻炼、去进取、去探索、去研究 我觉得体育带给我的是一种坚异的精神 那从做运动员的时候开始,他教会了我去坚持 去怎么样子去奋斗 在历经的时候怎么样子去让自己去看到一束光 那今天在这里就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那感受到自己也为亚运做了一点点事 据了解,本次杭州站的火炬传递共有203报火炬手参与 从杭州城市阳台出发 随后沿枝江绿道、西星大桥、物联王小镇等 最后进入杭州奥提中心并举行收火仪式 最后一报火炬手吴一炳到达奥提广场后 登上舞台展示火炬并点燃火种盆 随着火种护卫迎回火种 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现象火炬传递 我觉得心里很感动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吧 包括我下车的时候大家也一直都喊我的名字 让我加油 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动力 上一次在家乡参加比赛还是打的那种 好像是十岁组吧,八岁组 对啊,然后过了这么多年 然后以一个职业选手的身份重新代表国家 代表我自己长大的城市参赛 我觉得虽然说会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非常非常享受这一次比赛 positiv 中文字幕志愿者 贸易